會癢嗎 知道不會癢 這樣去急診好像又有一點太嚴重了 不然我來google一下好了 很多媽媽群都有在講 媽媽群 可是我記得之前聽說 媽媽群上面的資訊不一定正確 那我想到了 昨天我在小寶去看感冒的時候 那個醫生跟我說 基隆現在有個親子照顧平台 上面有專業人員 可以隨時的讓我們提供資訊 那還是我們來試試看 好啊 好啊 試試看 謝國良市長分享自己身為父母的經驗表示 很多家長都會在半夜的時候 面臨小孩有病痛發燒 但又因為診所已經休息不知所措 因此市府特別首創LINE線上的 基隆親子照顧平台提供諮詢 方便新手爸媽 我們這一次推出的全國縣市政府 首創的親子照顧平台 這個平台真好 它回答得非常的及時 而且上面的專業人員 它解釋得非常的仔細 而且淺顯地懂 讓我們一看就瞭解 真的可以緩解我們這些媽媽緊張不安的情緒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當媽媽 有時候小朋友一點點 一點點的小狀況 那我們都會很緊張 但是我們又會擔心 如果在假日的時候沒有診所的狀況下 就跑去急診 我們又會擔心醫療資源的浪費 所以很常家長會很猶豫不決 那天發生這樣的狀況 其實那個平台真的給我很大的幫助 這樣子所以很呼籲大家 就是可以一起來使用這個平台 現在這個事情很危險 趕快要送到醫院的急診室 或是說 有一點狀況 孩子需要看醫生 但是可以等到早上8點9點 診所開以後再過去 要不然就是說 孩子還好啦 吃個安家樂 推個燒 或者是幫他抹一些 這個過敏性的藥物 抗過敏的藥物 然後再觀察看看 我想很多家長其實心裡面都有經過 這樣子的一個心理的歷程 我想市府跟衛生局他們做這個 這個專案呢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是真的是真人的回復 那所以以我們是承辦的單位來說 我們真正的就是24小時都是 而且一定都是有兒科經驗的護理師 或是專科護理師或是醫師 這個我想在資格上面 這個是我們給市府的一個承諾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在提供 因為雖然我們都很專業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 剛剛市長有講 我們並不要取代基層 在地基層診所醫師的功能 所以我們大概在回答上面 我們還是會比較保守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實際跟家屬去有個面對面的 所以我們不做很明確的診斷 也不會給具體的治療的建議 那我們只是會就情況來解決家長的一個問題這樣 那目前它已經是一個正式的 然後已經有跟這個社群媒體公司 申請的一個付費的平台 所以它的人數是可以做擴充的 對…我們是平日的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然後週末假日 主要是鎖定在醫生休息室 像剛才市長說的 這個時間其實 白天還是能夠盡量回到原本的醫療院所去做判斷 這樣我晚上才更安心 市長謝國良 衛生局長張賢正及醫師團隊 共同出席記者會 據了解 基隆親子照護平台已經有150位家長加入試用 預計四月份累積超過200人 會再擴大邀請全體的基隆家長使用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